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这个时候就开始录制 我游标先放在H2的位置 点一下 然后Ctrl-Shift向下 第二个动作 先把游标先放在上面 然后呢 向下把它选举 再来的话呢 再到那个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里面下一步 那我的分隔是来自于斜线 按下一步 那我要拆解的是月份 所以这个地方的练习 跟我刚刚的这个部分 不太一样是 我只要一个月份的部分 那月份的部分呢 各位看一下 这里总共会 跑出三个资料 那我要的只有什么呢 第二部分的资料 那怎么办呢 把第一部分的资料怎么样呢 不汇入此栏 第三就是日期部分呢 也不会入此栏 那最后只有一个栏位要 就是我的日期 这个月份的部分 那目标储存格 预设会在H2 特别是一定要改一下 改在I2的位置 直接按一个完成 OK 好那你会发现 跑出来就是我们要的 那请各位等一下 再把那个什么 日年也把它跑出来 可是呢 那其实不需要再重新录制 因为你录制完之后 可以把我们刚刚的那个聚集 把它停止掉 再来看一下 里面录出来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这个录制的聚集 在这边聚集 那我们有一个日期拆解 我把它编辑一下 你可以从Video Basic 或者聚集里面找 都可以找得到 编辑一下 那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 游标先放在H2 Ctrl Shift向下 就是这一行 再来呢 我刚刚做的那个动作 资料剖析呢 里面 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这一些 那你会发现 比较需要注意 就是目标储存格的位置 跟什么呢 跟这个 接线这个应该也OK 那最大 最容易 会有问题 应该在这里 我哪一个栏位要 哪一个栏位不要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 这边有一个9 9是什么 9是不要 不要显示就是9 要显示的话就1 所以呢 我第二个 就是月份的部分 1就是表示 要这个资料 然后呢 这个第三个 日 也是不要 那最后的话呢 我就把资料 跑出来 放在I2 就结束了 最后其实我有多做一个动作 我把游标放在J1上面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录完日期拆解之后 要再把它改成什么呢 日跟年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怎么样呢 把它复制起来 贴到下面去 有没有 就是日的拆解跟年的拆解 那最后的话呢 全部拆解 全部清除 那所以最后呢 请各位录制完之后 也把它修改一下 请修改成像我这样子 显示月 日 年 全部清除 那这个应该 这个利用前面我们学过的东西 再把它综合应用一下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我这样子 比较我 谢谢大家